我说什么,我说让你躺着,秦万诚说着,亲自上前扶住了秦淑月,本身身子就弱,还非得这么折腾自己,你这到底随了谁啊,真是的,你们姐妹两个妹,有一个能让我省心的,秦淑月猛猛地任由秦万诚给自己扶好了枕头,又盖好了被子,这才反应了过来,他不敢置信地看向秦万诚,爸,你,我怎么了,这么看着,我做什么,没见过老子伺候女儿啊,你小时候我可没少伺候你, 此言落下,秦万诚别扭地扭过头,又对着众人一阵怒骂,还有你们,怎么回事,我就晕了那么一会儿,你们怎么连书月都照顾不好了,他还怀着身孕,伤着孩子怎么办,众人面面相去,倒是灵州率先笑了出来,他没有说话,而是示意许念初赶紧出来,许念初本来就觉得自己站着的位置有些尴尬,赶紧低着头,走了出去,猛了好一会儿的秦淑兰第一个反应过来,爸,您的意思是,这孩子, 您同意留下,屁话,你说这不是屁话吗,虽然孩子的爸爸不人道,但这件事和孩子没关系,和我们书月更没关系,那是我们书月的骨肉,就是我们秦家的后代,只要书月想留下,我为什么不同意,众人再次一正,躺在床上的秦书月顿时喜极而泣,他用力地擦了擦眼泪,才止住了自己的哭声,爸, 就在刚刚,他还在想,如果秦万诚反对,他要怎么办,他原本就是害怕孩子没有人要,才会想和韩元末结婚,现在这婚是结不成了,可他还得给孩子一个名分,户口只能上在自己家,如果秦万诚不同意,他就真的完全没有办法了,没想到,想过的所有话术都没能用上,好我干什么,赶紧闭上眼睛睡觉,你看看你的样子,孩子肯定虚得很, 好好养着,别胡闹,不然你和孩子都不好受,你妈当初生你,就是因为我没伺候,后来难产,差点就,说到这里,秦万诚眼睛红了红,哎,也怪我,如果一回来就阻止你,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事情,发生了,他怎么就被猪油蒙了心呢,差点害了自己的女儿啊,爸,没事的,没事的,现在正好,现在刚刚好,现在,就挺好的,秦书月语无伦次地念叨着,行,你觉得好就好,可万千别寻死密活了呀,为那样的男人,不值得, 嗯嗯,秦书月忍不住流了泪,秦万诚赶紧上前,给他擦了擦,别哭了,别哭了,我说的都是真的,你哭得多了,对孩子不好,好,我不哭了,我不哭了,嗯,不哭好,这孩子以后,就在我们家了,刚好我和你妈也想抱孙子,不过,可万万不能和韩元末,那家伙,有任何关系了,好,旁边,秦书兰谢春花和秦宇田也都扑了过来,太好了,太好了,书月要有孩子了,我们家要有新丁了,是啊,是, 是啊,我这就回去准备尿布小孩衣服和鞋子,这些啊,我最拿手了,既然你一句我一句笑得开心,林州和沈士奇对视一眼,带着林长征和许念初走出了病房,还顺带给他们关上了门,一家人终于解开了心结,该让他们好好说说话,走出门后,林长征担忧地看向许念初,丫头,你没事吧,刚刚许念初的举动,他也看到了,知道儿子会去安慰,他也就没多问, 没事,谢谢林叔叔关心,许念初摇了摇头,甜甜地笑着,林长征这才稍稍松了口气,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不过丫头,你啊,以后有什么事要和林州这小子说,如果和这小子说不方便,就来告诉我,你现在就等于是林叔叔的半个闺女,可别都憋在心里,这样会难受的,许念初心里犯了连一,他乖巧地点了点头,好,旁边一直看着这一幕的沈士奇默默地碰了碰林州,给他点了个大大的赞,不错呀小伙子, 关系这么好,那是自然,林州也不客气,提前打好关系,以后好相处 从18岁的少年口中听到这话,沈士奇虽然知道林州说的都是真的,但还是觉得想笑 这笑声惊动了许念初和林长征,两人扭过头来,看向他们,笑什么呢,没什么 随便笑笑,两人对视一眼,随便编造了一个理由,林长征又和寄人闲聊几句,注意力就被病房吸引了 他们已经说了好久了,还没出来,他有些担心,林州见此,上前拍了拍林长征的肩膀道 别担心,我觉得你和秦阿姨的事情也不会远了,真的吗?林长征有点不敢相信 林州点头,当然是真的,可是,家里刚发生这么大的事,我害怕你秦老爷 放心吧,不会的,两人正说着,病房的门打开了 秦万诚不断地提醒着秦淑月好好睡觉,然后带着秦淑兰四人去隔壁病房休息 说是不打扰秦淑月,林长征赶紧凑了上去 毕竟他也算是秦家的半口人,想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但还未凑近,就听秦万诚冷着脸说 你干什么? 呃,我,秦淑,我这,我这不就是,我? 林长征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显得有些局促 秦万诚也不等他回答,就继续道 带着你儿子,赶紧走,我不想看见你们 呃,林长征一愣,默默地回头看向林州 林州挑眉,秦万诚这是怎么了? 不等他问,秦宇田就上前道 老爷,您不能这么对哥哥和林叔叔 是他们才就吓了你,还有书越小姨 他们?如果不是他们,我们根本不会陷入危险 我自己就能识破韩元末的诡计 说不定大家都会受伤晕倒呢 众人无语啊 老爷你! 再说了,林州这小子可还借钱在彩虹城买了房子呢 他这样的人,能识破诈骗犯? 我看也就是瞎猫碰的死耗子,刚好撞上了 不是,老爷你 秦宇田快被气炸了 觉得老爷有些不可理喻 他正要反驳,就再次被秦万诚打断了 好了好了,我要回去休息了 田田你一直说我 还不如劝劝他,让他现在赶紧去把房子转手卖了 少赔一点 不然你妈妈带着你嫁过去喝西北风吗? 语弊 秦万诚头也不回地走向了自己的病房 诶?老爷? 秦宇田还想争些什么,却被林州拉住了 田田,别去了,让老爷好好休息 他一边说,还一边笑 秦宇田更着急了 哥哥你咋还能笑得出来? 哈哈,为什么不笑? 你没听见我老爷说什么吗? 他 我就是听见了才笑啊 啊? 秦宇田一脸猛逼 林长指这会儿也梦了 小周,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真去借钱买房子了? 买房子的事先放一边 老林 你该回去准备你和秦阿姨的婚事了 啊? 林长指更猛了 你说什么呢? 我,我和你秦阿姨 我们 你秦老爷那边还没同意呢 谁说他没同意了 呃,他 林长指一脸茫然地看向秦书兰 你爸同意了? 秦宇田也疑惑 我老爷啥时候同意了? 秦书兰没理会两人 娇羞地低了头 就朝着秦万诚的病房跑去 我,我去照顾你老爷了 林长指 他又疑惑地看向林州 你小子,倒是说清楚啊 想急死我啊 旁边的许念出眉忍住笑了起来 林叔叔 刚刚秦老爷说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呃 他说 让林州赶紧转手卖了房子 不然秦阿姨带着田田嫁过来会喝西北风呢 也就是说 他同意您和秦阿姨的婚事了 只不过想让林州少赔点钱呢 呃 不是 啊 没反应过来的林长指连续啊了好几声 终于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你们秦老爷 这是刀子嘴豆腐心 大概是 好面子吧 林长指忍不住笑 秦宇天也在旁边大笑起来 他好了 他好了 但刚高兴没多久的林长指 很快又开始愁眉苦脸 所以小周 你那房子到底什么情况 如果真买了 赶紧去卖了呀 不然你老爹我 没事 再等两天 不用担心 不会影响你娶秦阿姨的 可是 好了 你赶紧去思考求婚和婚礼事宜吧 我先走了 说完后 他转身带着许念初 就往外走去 林长指再次一脸猛逼 田田 你哥哥是不是在故意岔开话题啊 应该是吧 不过 林叔叔别管哥哥了 哥哥是个大人了 他很厉害的 他说的对 您赶紧思考思考 您和我妈妈的事情 说的也是 林长指摸了摸脑袋 陷入了沉思 林州带着许念初出了门 正打算带他回家休息 却听许念初说 我先回学校吧 见林州疑惑 许念初又道 秦阿姨和秦老师这边的事情 刚刚告一段落 应该还有很多要处理的 他们应该会询问你的意见 你今天可能会很忙 我再不太方便 我这会儿已经好很多了 我想回学校休息 可是 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现许念初执意要走 林州只好点了点头 行 那我给你交个车 嗯嗯 许念初没有拒绝 等车的时候 他思考了一会儿 还是咬了咬牙看向林州 我知道你不在意 我那点钱 但是林州 我还是想帮帮你 我虽然不知道你借钱买房子做什么 但我那些钱 你要是有需要 我都可以给你 林州微微一愣 没忍住抬起头来 揉了揉许念初的头发 这个小妮子 已经第二次打算 将自己的全部加当给他了 不是啊 我又不在意你那点钱 相反的 我很在意 你看我 我为什么会花钱大手大脚的呢 因为我有个后盾啊 我知道我如果真的赔得没钱吃饭了 我最最善良的小同桌会请我吃饭的 你 是我最大的退路呢 所以啊 小同桌 听我的 你的钱不要动 就留着给我做底气 不然我真饿死了 怎么办 许念初听得笑了起来 好啊 说话算数 没钱吃饭了 一定要找我 我请你 我可以请你很久很久的 就像是你一直在请我吃饭一样 嗯 好 灵州认真地看着他 眼中满是温柔 许念初被看得脸一红 幸好这时 出租车停在了两人面前 他喊了一句 我先走了 就赶紧上车 车子驶离 灵州还在看着那个方向笑 有小同桌在的地方 果然多了不少温暖 走回医院的时候 灵州发现 秦宇田正站在门口看着他笑 灵州摸了摸鼻子 打算无视这八卦的表情 但秦宇田哪肯放过他 直接拉住他道 怎么样哥哥 和姐姐有啥进展没 那能有什么进展 哎哟 灵叔叔和我妈妈都快结婚了 你怎么还没灵叔叔快呢 田田 灵州默默地叹了口气 我也想快 但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才刚满十八 这该死的十八岁 嗯 那也是 秦宇田有些失落地点了点头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表白啊 表白 大概快了吧 哈哈好好好 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 一定要叫我哦 嗯 一定一定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 便百无聊赖地坐在了医院的大厅里 秦淑月还在睡觉 秦万诚似乎也睡着了 沈士奇这时走了过来 看向灵州 还有一天了 什么 你上次说 彩虹城会涨价 今天周六了 还没动静 明天是最后一天了 确实 灵州点了点头 沈医生如果想转手卖了房子 应该还来得及 哼 我只是说说 我既然选择了相信你 就一定会等到时间 谢谢 那就等着吧 等明天看结果 和沈士奇聊了一会儿 灵州这才往外走去 医院里已经不需要他照顾了 他得回去休息休息 路上 灵州顺势拿出手机 打了个电话出去 电话打完 他才加快了速度 一路到了家 灵州就将自己扔在了床上 然后闭目仰神起来 此时的许念初 已经到了学校门口 付完车费下车 他举起手来 揉了揉眉心 又吸了吸鼻子 朝着校园走去 到了宿舍 许念初又目不斜视地 直接爬上了床 倒头就睡 刚从床上蹦打起来的 王小晴 有些担忧 他将自己的手机 藏在枕头下面 来到许念初的床边 许念初 你怎么了 许念初没有动 声音也淡淡的 没事 和平时的语气完全不同 王小晴皱了皱眉 他刚刚接的 正是灵州的电话 电话中 灵州告诉他 许念初的情绪很不对 但他不愿意说 想让他帮忙照顾一下 如果有可能的话 再帮忙问问他 怎么了 起初 王小晴还很疑惑 许念初同学 那么黏着灵州 信任灵州 怎么会有事 瞒着灵州呢 但此刻 他发现 灵州是对的 许念初确实不太对劲 真的没事吗 作为两人的CP头子 王小晴决定 帮灵州这个忙 而且 他原本就是 许念初的朋友 不可能不担心 嗯 真的 可是 王小晴张了张口 却不知道该怎么问 总觉得 就算是自己问了 许念初也不会说 思考了一会儿 王小晴决定找个机会 旁敲侧击 啊 许念初 我今天看了一个 很好看的小说 我跟你讲哦 王小晴 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许念初打断了 我有点累 想睡了 呃 那好吧 王小晴只好停下了 准备爬上许念初床的动作 那你先睡 等你睡醒了 我再和你说 嗯 许念初闭上了眼睛 王小晴又在床边站了一会儿 发现许念初真的不打算动 只好兴兴地回到了自己的床上 拿起了自己还没看完的小说 可看了一会儿 却怎么也看不下去 王小晴将小说放下 扭过头来 看向了许念初的方向 这丫头自从来了一中 就一直胆子小小的 说话也小心翼翼的 这会儿 声音却格外地冷 他到底怎么了 想找个人问问 可王小晴发现 自己竟然不认识许念初身边的人 唯一知道的他的弟弟 也没留下联系方式 想着想着 王小晴自己 也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不知道睡了多久 王小晴忽然被一阵喊声吵醒 妈妈 妈妈 不要 王小晴猛地睁开眼 就看见许念初 惊恐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他的头发凌乱 额头上全都是细腻的汗 看起来似是做了噩梦 格外地慌张 王小晴赶紧从床上跳了下来 许念初 没事吧 要不要紧 许师听见了他的声音 许念初回过神来 他赶紧整理了下自己的头发 快速地躺回了床上 没 没事 可是 你刚刚 我真的没事的 王小晴不死心 许念初 你想妈妈了吗 他记得 他妈妈似乎是不在人世了 我 许念初顿了毒 似乎是在想怎么回答 隔了好一会儿 他翻了个身 抱住了被子 我没想他 但那语气 听起来倔强又委屈 王小晴一下子 就听出来他在说反话 赶紧诱到 其实你如果不开心 可以告诉我的 我 我真的没有想他 许念初忽然加大了声音 坐了起来 王小晴抬起头 看着他的脸色也有些冷 那模样 和平时的许念初 判若两人 我一点都不想他 又重负了一句 许念初低了头 抱住了自己 许 许念初 王小晴吓了一跳 他试图说点什么 但又什么都说不出来 正不知道怎么安慰的时候 他听见许念初说 我饿了 王小晴 我们去吃饭吧 王小晴一愣 抬头 就看见许念初歪着头 对着他笑了一下 我真的饿了 快饿死了 王小晴猛猛地点了点头 好 去吃饭 晚饭时间刚好也到了 嗯嗯 许念初快速地收拾了一下头发 然后下床 换了个衣服 拉着胡乱收拾了一下的 王小晴 往外走去 两人一路走走停停 一直到了餐厅 王小晴才趁着许念初去 打饭的功夫 拿出手机 快速编辑了一条短信 发了出去 林周是被小灵通的震动声吵醒的 他打开 就看见了王小晴发过来的消息 林周微微愣了下 想妈妈了 他还真不知道 小同桌的妈妈是怎么回事 只知道 他和弟弟 是爷爷奶奶带大 这要怎么办 才能让小同桌开心一点 林周将手机放下 陷入了沉思 房门被打开 林长尺的声音 从外面传来 小周 小周 回来了没 林周起身往外走去 怎么了 你赶紧的 和我说说 那房子到底怎么回事 你秦老爷 今天下午一下午 都在阴阳怪气地说这个事 看我一直不给你打电话 晚上直接把我赶出医院了 叫我回来阻止你 不然就不让我和树兰见面了 我这 没事 那就先不见面了 啊 用不了多久 顶多一天 什么一天啊 明天就会收到彩虹城涨价的消息了 到时候 你看他还会不会让我卖 涨价 彩虹城 不是那南科小广告上的消息 你当真啊 林周走到茶几边 倒了两杯水 其中一杯 递给林长指 爸 那就是真的 你怎么知道 我猜的 林长指无语了 别闹 小周 虽然你平时办事靠谱 但这件事 关系到我和你亲阿姨 还有你的未来 人家愿意借给你钱 想必是你之前给人家帮过忙吧 但这钱得还 万一真的赔光了 你 爸 您就信我一次吧 周日 王汉磊推掉了这一天所有的工作 一大早就守在电视机前 看今天的新闻 按照林周所说 彩虹城今天就该有涨价的消息了 可一直等到临近中午 都没有任何动静 王汉磊有些着急 虽然20万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不算多 但也不是个小数目 更重要的是 林周也投了20万 他还是个学生 应该是第一次这么大的投资 他不想让林周亏钱太多 做好饭的张凤莲看见他在客厅里走来走去 笑道 干什么呢 赶紧来吃饭 不吃了 吃不下 王汉磊摆了摆手 张凤莲无奈 还没消息呢 关于彩虹城的事情 王汉磊上次回来就跟他说了 没 你说林周小兄弟会不会被忽悠了 我觉得不会 他那么聪明 又不是我们家小陈 正要出来吃饭的王子晨 妈 有您这样说亲生儿子的吗 哈哈 好好好 我不说了 汉磊啊 你也多下来吃饭 这不还没到晚上吗 林周说的时间还没到呢 王子晨听得一脸疑惑 说什么呢 林周怎么了 枉磊 没有人理他 王子晨又在屋里转悠了两圈 来到餐桌上拿了个馒头 就出了门 我出去走走 你们先吃 待在家里 他控制不住会想这件事 实在是烦得很 被无视的王子晨一脸猛逼 不是 到底怎么回事 林周怎么了 爸 您等等我 我跟你一起出去 我也想帮林周 他拿起一个馒头 就要跟出去 但被张凤莲阻止了 你去干什么 大人家的事儿 小孩少掺和 可是我和林周一样大 呃 张凤莲无言以对 反正你不许去 人家林周不用担心高考 你也不用担心吗 吃饭 学习 别打扰你爸和林周 王子晨无话可说 只好乖乖地坐下了 此时的王汉磊 出了门后 自己也不知道该往哪走 他随便找了个方向 漫无目的地走着 一边走 还一边不自觉地 啃起了馒头 哟 是不是王总吗 您这是干嘛呢 怎么都啃起馒头来了 前方忽然想起 一个男人的声音 王汉磊抬头 才发现 自己走到了国道边上 和自己说话的人 是他的远房表哥 孙明 他骑着自己的破摩托车 点着烟 看着他笑 王汉磊 眉头顿时紧锁起来 虽然他和孙明 是亲戚关系 可这个人 他不喜欢 孙明号高务远 做事马马虎虎 极度心还极强 他们年纪差不多大 但他直到现在 40多了 也没个正经工作 到处打小工 勉强糊口 喜欢到处吹牛皮 之前还托王汉磊 给他介绍过工作 王汉磊本着都是自家亲戚 就让他来他的厂子上班 结果孙明就仗着自己 是他的表哥 在厂子里作威作福 欺负其他工人 他实在看不下去 多给他发了一个月的工资 让他走了 从此之后 孙明就在到处说他的坏话 前阵子 王汉磊的公司快倒闭 消息很快传遍了亲戚圈 以至于很多亲戚 打电话来嘲讽他 想来就是孙明所谓 只是此时 他摩托车的后座上 还坐着一个人 王长生 王汉磊同村的一个叔叔 也算是同宗 他有些不解 王长生和孙明 似乎并不熟 也只是认识的关系 怎么还一起了 而且 王长生一辈子务农 是个老实芭蕉的人 前阵子 找他诉苦 买了彩虹城的房子 赔钱的人正是他 我就闲逛 你们这是干什么去 哦 我们那个 王长生着急地解释着 可他还没说出口 就被孙明打断了 不干嘛 我也来闲逛 带着我叔来赶急呢 不是 不是孙明说的那样 汉磊 我听说你 哎呀叔 我知道你急着 去买住饲料 放心 我一定给你送到地方 一会儿 你就不用去骑班车了 我们先不和大老板聊了 就这吧 走了 这么说着 孙明吹了个口哨 就骑着摩托车 急驰而去 王汉磊一脸猛逼 不过 这也就是个小插曲 他并未在意 王汉磊继续往前走着 他不知道的是 孙明二人没骑多远 就一脚刹车 将车子停住 转头看向王长生 王叔我说你 刚刚前吗呢 王长生有些拘谨 我 我这不是提醒一下汉磊吗 我听说 他也在那边买了房 今天是退房的最后一天了 一会儿两点就截止不退了 汉磊他 哎呀王叔 人家王汉磊 现在都是大老板了 哪需要您的提醒啊 那点钱他都不看在眼里 说不定人家都忘了 你提醒什么提醒 我 再说了 他赚了钱给你花了吗 你不让他赔钱他给你花吗 都不给你 你提醒他做什么 可是 你再说我不带你过去了呀 王长生不敢说话了 孙明又到 不许告诉他 听见没 王长生茫然地点了点头 孙明这才 重新骑上摩托车 嘟闹了剧 那么有钱 活该他赔 然后扬长而去 到了彩虹城门口 已经一点钟 孙明示意 王长生一起走 王长生赶紧摆了摆手 你先去你先去 我去个厕所 马上就来 那你可快点啊 别一会儿 来不及了 劲儿人多 行行 我知道了 王长生拘谨地搓了搓手 等孙明离开 他并没有去厕所 而是来到角落里 又用衣角认真的将手擦了擦 然后从里三层外三层的衣服里 掏出一个老旧的 和砖头一样的手机 拨出了一个号码 电话很快接通 王长生认真地说 汉磊啊 我是你王叔 那个 我有个事儿 要告诉你 刚吃完馒头的王汉磊站定 怎么了 您说 是关于彩虹城的 这边今天 王长生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说了一遍 最后加了一句 现在才一点钟 你有车 应该来得及 赶紧过来啊 王汉磊微微错了醋眉 你们刚刚那么着急 是因为这个吗 是孙明不让你告诉我 呃 不是 那个孙明他其实人也不错 他只是 不用解释的王叔 我知道他 不过 退房为什么还规定了时间 这个 我就不知道啊 来前几天我就想退了 但是因为一直忙 没来得及 今天突然通知 说是最后时间了 错过了就不会再退了 所以我就让孙明带我过来了 这样啊 王汉磊再次错了醋眉 似乎想通了什么 他道 谢谢您提醒我王叔 不过 我不打算过去了 同样是这一天 钱友才 也在家看新闻 但他并没有王汉磊那么紧张 电视虽然锁定了江城县地方台新闻频道 但他几乎没看 一直在悠闲地吃吃吃 时不时的 还看看闺女钱国国的房间 他从早饭后 就将自己锁在房间里学习 钱友才对此深感欣慰 可惜的是 闺女这几天都不怎么跟自己讲话 不用想 也知道是因为灵州的事情 钱友才 坚信灵州在胡闹浪费钱 但钱国国一直觉得 灵州一定能赚大钱 这就导致他们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对于这种情况 钱友才也能理解 毕竟他是过来人 知道18岁的少女 正是情毒初开的年纪 灵州那小子 的确长得不错 也稍微有些能耐 他家闺女大概率 是少女怀春了 只不过作为一个父亲 钱友才很新娇 自家闺女好不容易养到这么大 眼见就要被黄毛小子勾搭走了 他怎么想都觉得不是滋味 又不能跟闺女明说 毕竟小姑娘的心思比较细腻 害怕闺女生气 于是他只能小心翼翼 和身边人求教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只要让闺女意识到 灵州其实并没有那么厉害 闺女肯定会收回这些心思 他家闺女 将来可是要给大老板当老公呢 怎么能随随便便 就便宜了灵州那小子 思极此 钱友才又端了盘瓜子 往电视机面前做了做 灵州不是说 一周后彩虹城就会涨价吗 今天可就是最后的日子了 他就不信 那鸟不拉屎的孤盘 能有什么建树 只要今天过去 他就可以和闺女和好了 看了一会儿之后 钱友才发现 彩虹城突然出了一个新规定 下午两点之后 江不再退房 他当场就乐了 施施然起身 准备去将闺女叫出来 让闺女看到事情的真相 可还没走到钱国国的门口 门就被打开了 钱国国从里面走了出来 钱友才赶紧喊了他 啊 国国 过来给你看到好东西 钱国国理也没理他 直奔洗手间 钱友才只好无奈地在门口等着 见钱国国出来 他又喊了他 国国 国国 不是 你理下爸爸 已经走到门口的钱国国 一边关门 一边冷哼一声 有什么好看的 你不就是想在我面前 说灵州的坏话 什么坏话 你看新闻 看新闻啊 不看 那都是假的 灵州说的才是真的 哎 你 砰的一声 门又被关上了 碰了一鼻子灰的钱友才 一股怒火 袭上心头 钱友才忍了又忍 最后 默默地叹了口气 又回到了客厅沙发上 反正今天会出结果 到时候 闺女就知道 谁对谁错了 午饭时间很快到了 餐桌上 他又试图和钱国国说话 但钱国国理也没理他 直接加了一盘子菜 往自己房间走去 钱友才彻底忍不住了 他将筷子一放 愤怒地看向钱国国 那个灵州到底有什么好 让你这么相信他 那他到底有什么不好 让您这么不相信他 钱友才无语了 正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 他又听钱国国说 人家灵州那么聪明 学习好 还有头脑 能赚钱 我就不明白了 你干嘛那么针对他 钱友才一听 脸色就黑了黑 我都说了 他一个毛头小子 能有什么分寸 那可是几十万 借了几十万胡闹 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灵州有魄力 能赚钱啊 比你们这些老一辈强 钱友才气疯了 他愤怒地降筷子 往桌子上一扔 恶狠狠地看着钱国国 说到底你就相信那个灵州 不相信爸爸是不是 对 是的 钱国国也很生气 好好 我原本还想提醒一下灵州的 那今天就看着他赔钱好了 随你 钱国国看了他一眼 转身就再次往房间走去 你 被无视了的钱 友才怒火中烧 直到钱国国进了屋 他才愤怒地 看向身边的妻子孙慧如 你说这丫头学什么不好 偏偏学我这么倦 那也是亲闺女 你能有什么办法 唉 钱友才 深深叹了口气 这可怎么办 我都管不住他了我 既然管不了 那就别管了呗 那怎么能行 那 孙慧如走到钱友才的身边 轻轻给他捏着肩膀 其实啊 我反而觉得没什么不好 你忘吗 我们两个十八岁的时候 都在一起一年多了 当初 我爸妈越是反对 我越是叛逆 偏要跟你在一起 呃 这话 钱友才无法反驳 他们当年的确如此 所以啊 与其反对 还不如尊重我们姑娘的意思 这 你的意思是 钱友才疑惑地看向孙慧如 孙慧如道 对 我就是那个意思 其实你也找个接班人不是 灵州这小子 虽然狂妄了点 但人好像还不错 也聪明 将来万一真的从名牌大学毕业能回来 对我们家也算是一大好处 一听这话 钱友才陷入了沉思 你说的似乎也有些道理 那当然了 我到底是个女人 最懂姑娘家家的想法了 那我现在帮灵州一把 嗯 帮一把吧 给她点好处 顺便给她抛一下橄榄枝 看看她什么想法 嗯 行 那我思考一下 给她打个电话 好 我去给闺女做点好吃的 待会儿你打完了 给她送进去 顺便说说好话 嘿嘿 还是你想的周到 钱友才高兴地亲了一口孙慧如 这就走到电话旁边 思考着说辞 她毕竟也算是灵州的长辈 提点她不能太明显 不然这小子该得意忘形了 得想想 如何让她对自己感恩 万一以后 真和果果在一起 对果果也能好一点 钱友才如是想着 而此时的灵州 正和林长征 一起坐在客厅里 等消息 只不过 相对于她的平静 林长征显得格外着急